总的来说我可以客观的说 回到我当年吃衣的时候有一些计划 我相信有大部分的我们希望干的事情 到今天还是能依据我们原来的计划能完成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满意的一个事情 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前夕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屡职一周年在林定国看来 在香港推广和加强宪法、基本法及国安法的宣传教育 如何提升整个社会尊重法律的自觉性及守法意识 是他上任以来最主要的任务 在我当日律政司以后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推动一个法治的教育的事情 所以我是成立一个法律都督的委员会 也推行一个法律领柱的一个培训的计划 目的就是希望提高一般人的法治的律师 对法治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所以这个也是我希望在未来可以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每一位市民都是支持我们的整个的法律系统 愿意均守我们的法律 群众我们的法律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整个社会 是不是有一个群众法律的一个拒绝性 守法的拒绝性 林定国介绍 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的成员 由相关政策局局长、司法和法律界 及法律学院代表等组成 他们会一同协助律政司全方位加强香港法治教育及培训 谈及目前的工作进展 林定国说 希望年底能正式启动培训课程 现在我们还是在筹备的过程中 希望在今年的年底 能正式的开始启动我们的整个的培训的一个课程 在那个法治领受的培训计划 以下其实我们有两个工作的小组 其中一个就是写计课程的内容 譬如说 我们过去常常讨论很多宪法、基本法、国文法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不足够的 首先你需要对普通法院基本的理解 对国家的宪法也需要理解 对法治 什么是法治 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律 很多基本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课程的设计 范围应该比以前来的比较广泛 第二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小组 就是复权统筹协调 2023年2月16号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在香港接牌成立 在林定国看来 中央在香港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珍贵的礼物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以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和坚实的法治基础 他相信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会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友好、灵活、经济、高效的调解服务 现在你解决纠纷主要是三个方式 就是输送到法庭 第二是仲裁 第三是调解 调解概念不一样 不是对抗性的 我们是寻求一个相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解决到一个正义 只是希望你达到一个商言、商赢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民俗性 我们就是一个口同权益的 我们常常都以活为贵 所以调解是非常非常配合我们中国人的特性的 所以把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摆在香港 是非常适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 但是对香港来说也是中央显示 对我们香港法律制度的一个信心 这个是中央送给我们香港的一个大礼物 当然是我们需要很珍视这个大礼物 我们在二月份已经成立了筹备的办公室 其实已经开展有关的工作 我也希望在未来能更积极的配合整个筹备办公室的一个发展 随着香港全面恢复通关 两例人员交流互访日益平凡 日前林定国率领由香港法律业界代表组成的20人代表团 访问广州及深圳 希望深化香港与广州的法律合作 商讨在普通法制度下 两例的民伤士司法互助安排等 此次交流活动也让林定国看到了律政司未来的工作方向 大概是两个星期以前吧 我到广州 还有深圳的前海 跟法院也好 不同仲裁机关 其他的部委也有一些会议 上谈 我也是跟香港大律师公会 还有律师会的朋友一块去 加强我们人争人之间的年结 大湾区的发展 规则这个衔接体系的一个年结 但是人才怎么配对 人才怎么能够实在的一个年结 对我们落实 落势 落地 有些一些规则的一个事情呢 是非常关键 我们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一个积极 但是我们需要用人来进行 这个系统呢 才能运作 怎么加强人跟人之间的 尤其是法律捐验人士的交流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也是我一个未来的工作的一个方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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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